大家好,我是學良 我現在所在位置SH 2018年的現場 佩納海每年都會有相當具有話題的複雜功能表 那今年也不例外 那今年的主題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款具有星象圖的星空表 那事實上佩納海過去就已經曾經推出過星空功能的萬表 那甚至也結合了茄莉莉 就是偉大的科學家的主題 那今年它提供了一個鏤空的版本 因為很多收藏家會想要擁有一個在面盤上 在顯示方式上面更加具有穿透性的選擇 那所以它這款表情 它不只是擁有星空的功能 我們看一下表背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它背面的部分 它有這個星空盤 那星空盤的中間其實還有一個月向盤 不過這個月向目前剛好是處於星月的部分 所以可能看我們是很清楚 但是它會隨著這個天空 這個周期的旋轉 那月向也會以29.5天的方式呈現陰晴圓缺 那為了要呼應這個星空的主題 所以在面盤的正面 你可以看到它還有這個日升日落的時間 它主要是能夠搭配 就是讓你可以在適當的時間做關心的動作 那另外它在這個左上角的部分 這邊還有一個複雜功能 就是它是一個2005基星 這個佩納海自製基星的2005陀飛輪基星 所以依然具有這個非常醒目的 標誌性的30秒一圈直立式陀飛輪 這也是佩納海陀飛輪的一大特色 那再來呢我們要看一下表背的部分 它也為了要讓你能夠掌握動力 因為它是一個手上鏈基星 所以它也特別做了動力儲存顯示 讓你可以很容易去掌握它的這個動力消耗的狀況 但總而言之呢這一款腕表跟之前的星空表比起來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整個面盤基星上面呢 這個做了很多鏤空的處理 讓視覺上更加的通透 可以欣賞到這些複雜機械運作的細節 那其中有一個部分呢 是今年最值得去研究的一個重點 就是在它的三點鐘方向 我們這邊看到一個日期視窗 現在顯示的是17日 但是呢事實上這個視窗呢 它是由於一連串 據說是總共有三層不同結構 所構成的一個齒輪盤 那它平常呢會繞著這個表的外圈旋轉 可是呢只有當三個盤呢 同時集結在一起的時候 你才能夠清晰的看到它的數字顯示 這也算是它這一次的一個技術上面的創新 這也算是它的 據說這也是擁有一項新的專利 這是今年這個佩納海在星空表上面的 一個全新進化的鏤空版本 另外上面有一個小部分沒提到 就是說它上面其實還在中間部分 它其實還做了這個equation of time 時間等式的顯示 讓你可以顯示真太陽時 有助於關心上面更容易掌握時間 那另外還有一個驚喜就是說呢 其實這一款表它提供了三種不同的版本 包含鈦金屬跟玫瑰金白金等等 而且是完全可以客製化 根據你的需求來量身定做 包含上面的指針跟刻度 甚至可以在適當的地方刻上這個擁有者的名字 算是一個完全客製化概念的複雜功能表 還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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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